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菜 香芋蒸排骨 朋友们首先看到的是去皮分成大块的香芋 以及一斤半的精排 首先做这道菜 我们给排骨去个心 把排骨放到碗中 我们在碗中加入20克的生粉 5克的食盐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抓洗5到10分钟 这样可以快速的去除血水 但是切记,千万不要直接冲洗干净 很多人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一开始在这一步上就做错了 认为抓洗后冲洗干净就可以 这时候千万不要 抓洗过后的排骨呢 我们把它泡上一个小时左右 让血水自然的渗出 这一步也叫做冷泡 或者冷冒 好,下面我们就把排骨放到一边 让它慢慢的泡上一个小时 今天我选用的是香芋半斤 这种香芋呢 吃起来会比较粉糯一些 朋友们现在看到的是已经去过皮的 下面这个块有点大 我们把它改成小块 有些朋友会问我 块切的大点难道不行吗 在这里我建议还是切成小块比较好 因为小块的香芋 除了好熟以外 还能更好地吸饱排骨中的汁水 使其入口的时候吃起来会冲 汁水饱满的感觉 下面把改刀切好的香芋 我们放到碗中 准备生姜少许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丝 切好的丝 再改刀切成姜末 姜末切好后 我们放到小碗里面备用 大蒜准备有色 改刀切末 切好的末 我们也放入到小碗中备用 一个小时后 朋友们可以看到排骨已经泡得发白了 而且这时候的水也清亮了 下面把排骨冲洗干净后 控水 控水后 我们用食品用纸吸干水分 有些朋友问为什么要多这一步 是因为只要吸干水分的排骨 才能更好地吸入我们的料汁 如果你做这道菜不着急的话 我建议把排骨控干水分 这样子晾一晾 使其水分更好地挥发 下面我们给排骨中 倒入切好的姜蒜末 再加入5克食盐 1克胡椒粉 2克白糖 2克鸡精 10克蚝油 料酒5克 再加入纯牛奶20克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加入纯牛奶 还说做这个菜是不用放纯牛奶的 这样做会不会出来会变味 在这里我说明一下 加入牛奶会让排骨吃起来味道更鲜美 吃到嘴里当你咬下去的时候 排骨在冒汁的时候 会让你感到口感吃起来更滑嫩 二者的碰撞会让排骨吃起来更丝滑 香醇 而且闻着更香甜 没有加过纯奶的朋友 不妨尝试一下这样创新的方式 下面再加入20克的土豆粉 先用勺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用手开始抓拌 直至抓拌到排骨吸饱料汁 吸饱料之后 我们放入到一边腌制15分钟 制作视频不容易 你的每一个留言转发点赞 都是阿勇前进的动力 阿勇在这里谢谢您 下面把切好的香芋均匀的放到盘中 把腌制好的排骨均匀的放在香芋上面 起锅加水 水要多加一些 因为蒸的时间比较长 水上汽后放入到排骨 盖上盖子蒸45分钟 火改成中火 45分钟后我们揭开盖子 把排骨夹出 盘底少量的汤汁是不用倒掉的 倒到米饭上也会很好吃 下面在排骨上撒上一些小香葱 点缀一下 现在就可以开吃了 我夹起一块 肉已经蒸得很软烂了 这样做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肉质的鲜嫩 而且肉香十足 里面的香芋也吸饱了汤汁变得绵软 吃的再多也不会腻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阿勇每日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